3月1日,元朗反水貨客示威,38名被捕人士,當中17人,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再提堂。 17名被告當中,其中16人分別被控普通襲擊、抗拒警務人員、阻差辦公、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、打鬥、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。 控方在庭上向法庭申請,就其中12人不提政公起訴。 裁判官水佳麗當庭宣布,這批人士無條件獲得釋放,可以拿回保釋金。 至於被控無牌款有無線電通訊器材的18歲中六學生趙楚昆, 控方在庭上申請,不打算將案件採取進一步行動,但就要求被告守行為。 裁判官水佳麗質疑,為何這樣的控罪要守行為,不考慮警司警戒。 控方說,考慮被告年紀輕及出於無知,加上被告沒有反對,所以作出申請。 案情指,18歲被告趙楚昆,3月1日案發當日,是一間網絡媒體《香港天樂》的工程人員。 當日下午5點20分左右,在元朗朗平港鐵站D出口,被警員PC11665,一名姓員的高級警長,和機動部隊B4隊員截查。 期間發現被告帶有無線電對港機,並將頻度設在467.61度,超出法例上限的409度。 警員亦同時發現個對港機是開著的,問被告帶對港機來做甚麼? 被告說是用來聽收音機。 但由於功率超過法例上限,警員將趙楚昆拘捕,並且帶反元朗警署。 到了第二日3月2日,警員PC3340替趙楚昆錄取口供。 他在警戒下承認,個對港機是在2014年11月,在深水埗鴨遙街以300多元買回來的。 但他已經不記得在哪一間店舖買,也找不到店舖發出的單據。 他也承認,案發前看到新聞知道,元朗有示威,於是到元朗拍照和拍片,並且帶備對港機來聽收音機。 但就不知道那部對港機是需要領牌,他也沒有參與示威。 被告在求情時承認,案發是出於無知,以為有型和好玩。 裁判官警戒被告,用這類對港機要留意,不要以為有型和好玩。 考慮到被告年紀輕和無心之失,判處被告自簽300元首行為6個月,半年內不得再重犯同樣罪行,否則會另外受罰。 至於另外兩名被告,何貴新和張漢為承認在公眾地方打鬥,各罰款1000元。 但張漢為獲控方撤銷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。 另外,被告林達榮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的案件。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到11月24日再提堂,等候政府化驗所報告。 而被告梁偉昌和胡志光被控普通襲擊的案件。 由於要等法律意見,案件分別押後到5月26日和6月9日再提堂。 全部被告可以繼續保釋外出。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陽,屯門裁判法院報導。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陽,屯門裁判法院,屯門裁判法院。